好 讲完功能用语之后 那今天我们还要再讲一些 数える言葉 我们要讲的是两个单位 其中第一个单位是度和回 这两个是一个意思 度是一次两次的次 该也是一回两回的回 我们中文也说我第一次去 我第一回去两个一样 好 我们读一下第一个 一度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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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二度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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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三度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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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四度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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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或者是四度 四度 四度 这个是五度 五度 五度 六度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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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七度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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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八度 八度 九度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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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十次 十度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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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 那么几次呢 来补充一下 就是和度 怎么度呢 南度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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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 我们回答一下 回的 一次叫 一概 不规则 一概 两次 二概 二概 三次 三概 四次 四概 五次 五概 六概 六概 五概 六概 七次 七概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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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八次 八概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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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或者说不规则的 八概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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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九概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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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十概 十概 或者是 十概 十概 这个是不规则 好 那同时 多少次 是不是 可以写成多少回 南凯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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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多少次呢 或者说 有几次呢 南凯 ありますか 上面那个也是一样的 南度 ですか 南度 ありますか 都可以 好 我们来看一下 梅字 梅的翻译都做 mai 在日语当中 凡是叫做梅的 通常是薄耳扁的 那么它的翻译 经常可以翻译成什么呢 张 件 比方说 一件T恤 一张纸 甚至是一枚硬币 一张CD 一张邮票 都可以用这个mai来表示 来 第一个是 一枚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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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二枚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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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三枚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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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四枚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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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五枚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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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六枚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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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记得七是不规则读音 那是不是多少张也出来了 多少张 多少张呢 或者是 也可以 好 我们的数字就数到这里 好 接下来我们要看到这个语法部分